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它宽有一个范围 现在我们就假设这个 这个轴是Y轴 这个轴是X轴 这个长度 X方向 长度是A 这个方向 长度是B 我们把这三面都接地 那接地就表示说 这个面的potential等于零 这个面的potential也等于零 这个面的potential也等于零 唯独这个面 它是一个常数 V0 当然这个没有跟它接触在一起 这个当中会离开一个很小的gap 要不然 要不然导体相连通通是等位体 对不对 好 现在要求 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等于什么 好 但你要处理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处理 我们就想啊 我们求potential有几种方法 我都学过了 大致是可以分析 你知道电荷的分布如何求电位 现在我们不知道电荷的分布 我们只知道边界值 如果边界值让我知道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解 比如说Laplace equation 那当然这个就是用Laplace equation 分析结果就是用Laplace equation 那现在因为它是 这是迪卡尔坐标 我们当然用迪卡尔坐标来列式子 比较方便 Laplace equation 通常这个V啊 都是XYZ三个坐标的函数 不好做 我们看一看 从它给我们的条件看一看 它可不可能是一维的函数 可不可能是二维的 如果二维的就比三维的好多了 一维的呢就更简单了 那现在就看看 你看这个上面的potential X方向 我们看这里好了 这Y等于0 这个是Y等于B 对不对 在X等于0的地方 不管你的X在哪里 那这个之间呢 在0跟 这个是多少 0跟A之间 0跟A之间呢 它都是0 它都是0 但是啊 你这个变了 它就变了 你这个 变到这里是0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不知道 你没有理由说 这个当中也是0 因为这个地方的值 不是0啊 所以呢 这个值 这是0 这个是V0 所以它这个电位 是从这里下降下来的 这里是V0 这里是0 当中当然不是0了 不是0了 所以说你这个 Y一改变呢 它的V会改变 Y改变V会改变 所以它跟X有关 跟Y有关 跟Z有关 只要这个平面 你Z从无限大 到负无限大 都是0 这个也是 从无限大 到负无限大 的Z值 都 potential都是0 所以我们 从已知条件 得知啊 它的电位呢 是X跟Y的函数 V 它是V的X Y 与 Z无关 所以它这个只剩下两项 所以只剩下两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 Laplace V 它是等于 Partial Square V Partial X Square 加上 Partial Square V Partial Y Square 等于0 那V是XY函数 那我们只能用 那我们只能用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来做 其他方法都行不通 那我们就用 这个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我们另一 OK 第一是 然后你把这个 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再被 大X大Y 来除 我们就可以 画成这样子 这里有很多 我就没有再写出来 这跟第一题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在 没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都写得 那么清楚 现在我们只要 这两个式子里面 有这个 关系 KX平方 加K1平方 要等于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解了 一个一个解 我们现在解这个 解 那这个是什么函数 跟KX 有很大的关系 那KX是什么值呢 我们就从边界条件 来看看 这个函数 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是X X方向 这里是V0 你越离 这个导体平面 越远 电位是越来越 下降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什么函数 下降的函数 下降的函数 K要 KX平方要等于什么 负K 负K OK 我们 这应该是 由 边界条件 得知 是V VX0 Y X0Y 这个是等于V0 那么 V A 到Y 这个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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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两个我们得知 K K X 要等于 JK 然后KX 平方 要等于负K平方 你这个不是照背出来的 我们是判断出来的 OK 判断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于是我们就有 D平方 X over DX平方 减 K平方 X 等于零 那这就是一个 Solution 是这个解 OK 好 那么X解出来了 我们就解大Y 这一组 就是这一组 这是KY 好 我们 两条路可以判断 它是什么 一条就是从这里 Y 零到零 但是这个当中不是零 对不对 因为从这里慢慢降下来 不是零 所以呢 它是有起伏的 起伏的 起伏一次还是起伏两次 我们不知道 好 那它有起伏的话 就是算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 这是一种方法 所以KY平方 要等于正的K平方 另外一个就是 由这个 K平方 加这个 这个 等于零 这个条件 知道 KY平方 要等于负 KX平方 要等于正的 K平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带到这个里头去 于是 于是我们就有 于是我们就有 它是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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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写成 Sine好了 Sine KY 再加上 B2 Cosine Ky 好 那么 X也解出来了 Y也解出来了 我们代入 第一是 我们就得 V X Y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大X 乘算大Y 所以它就是这两组 相乘 再来这个 再来这个 那现在你要决定 A1 B1 A2 B2 是什么 K是什么 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OK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往下讲